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現在講一下Political 這個是政客雜誌,歐洲版 12月6日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沒有名字,他很有趣 他只是這樣寫,是Political寫的 他就說,習主席搞屎大臨色的全面清洗 他就說,習主席剷除敵人 外交也好,國防的官員也好,消失 這就是北京高層不穩定的現象 他引用什麼人呢? 這些是很好笑的 這就是俄羅斯外交副部長Andre Rudenko 他在6月底的時候去了中國 就說,喂 俄羅斯知道的資料 就是秦剛和中國火箭軍高層半變 把中國核機密的訊息洩漏給西方情報機關 那 現在的說法呢 這是Political的 他們寫的文章 那 就是 7月下旬的時候 已經在 軍事醫院那裡自殺 或者酷刑自死 這些事情是很不合邏輯的 當然 其實網上一直都有傳出秦剛的死訊 一直都有 說他肝壞死,被自殺 然後又說他被注射殺死 那些事情 死亡地點的傳聞 其實一直都有 就是301醫院 這些 我一定要說 我其實一直都不相信 這個Political 就是這份政客 他這樣做出來 我就可以說 他這份事情都很墮落 我說真的 這些事情都墮落 現在 他把幾個東西串在一起 他把李克強的死 李克強就說他英年早逝 那 那 十月底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李克強就走了 就在 泳池那裡有心臟病 那 那 那些人質疑 就說他在世界上 有最好的醫療 團隊 看著 怎麼會 這麼容易死 但是 人是很容易 會沒命的 其實現實就是 還有李克強的樣子 看起來 說真的都不精神 他的眼袋很厲害 還有 黑眼圈是很深的 其實是 這些大家都看得到 那 秦剛 其實 最初說他有病 我也覺得他真的有病 秦剛本身真的有病 你看他 那個人 就是 突然之間開開會 會睡著了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他的眼神也是很浮腫的 有些事情 明顯是看起來 已經是不健康的 那 當然 Political那裡有說 就是 泳池的心臟病 和在槍下跌下來 那些是 類似的 就是有普京扔人下樓 那些 現在說的是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些傳聞 就是很妖魔化 這個 習主席 就是 這個是 就是 沒有辦法 現在這些是 亂說的 我認為 那麼 2012年上台以來 這個Political寫的 他就說 習主席已經無休止地清洗了幾百萬個官員 其實這些不是清洗的 這些是 反腐敗鬥爭 而 平民老百姓是有感的 因為 平民老百姓 就是 很明顯感覺到 中國變得好 就是 2012年開始 習主席上場 那些貪官的事情 本來一直都沒有人敢處理 也沒有人想去處理 是的 習先生又有魄力去處理貪腐問題 而一般中國人的日子是過得好很多 你問一下大部分人 當然 不要問那些貪官 那些貪官當然是 沒有運行 是不是 那些貪官是沒有運行的 但是 你一般人是不是覺得社會公道了 一般人是不是覺得 現在找人做事 不用托這麼多關係 是不是 不用去送禮 現在是不用做這些 是不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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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權就說是 逼自殺 我認為這也是 不會的 真的 不會 那麼 那麼 現在他們當然要作一下 這份Political 我為什麼說他是作的呢 他說 現在死亡的人 全部都是習生自己提拔的 就不是敵對政治派系裡面的成員 是 習近平集團內部的忠實擁護者 那麼 現在就導致政權的穩定性 就受到嚴重的質疑 這個不是的 那麼 我就是川偉書的老爸 就說 疫情三年對總理這個位置來說 是極度辛苦 很多人都不知道國內的分工 主席是代表國家對外 總理是主席內部 其實他是想到沒有辦法去想 你知道嗎 才說要搞地攤經濟 你知道嗎 就是 李克強是想到沒有辦法去想 因為其實那些人有失業 那麼他唯有就是打算搞地攤那些可以幫忙 但是 地攤這些東西在一線城市真的不適合 我再說一次 我一直都很反對在一線城市搞地攤 因為這些不是一線城市要做的事情 一線城市已經建了很多商場 就是你在商場那裡搞旺件事就比較容易 你硬硬要搞地攤 當然是不同的 李克強就說 蜥肉過度的情況 其實就 我就要說 其實 用腦過度和蜥肉過度 中醫把墨 把出來的墨是一樣的 我告訴大家實情 是真的 這些是中醫的常識 你用腦過度和縱肉過度是一樣的 結果是 所以你很難說那些人是縱肉過度的 因為是一樣的 後果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好了 三文治就說大忌院式報導 真是老作 不,我看到大忌院這次有點良心 大忌院他很持平 為什麼大忌院也很持平 因為呢 他也是 嘲忌的 因為如果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這個Political 都這麼瘋的 騙你奶奶去到這個地步 那麼大忌院就一定要瘋過 Political寫的那些東西才行 但是如果你 比Political寫的那些東西還瘋過 大忌院就沒辦法生存下去 因為Political 其實這些是很小事而已 其實是其中一篇文而已 其他文還是有些可述的 就是他偶爾做一兩篇 騙你奶奶的 就有些Noise 就當作宣傳一下 那就無所謂 但是如果 好像大忌院那樣 大忌院他很多東西已經是老作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多東西已經是老作 他可不可以再瘋過 所以我這篇Political 政客這篇文 其實就不可能再瘋過了 喏 Vincent伯勒拉就說 習主席用雍正式的打貪手段 當然會令很多 既得利益者不滿 甚至是反習相場 所以是很正常 不是 他是不講情面的 就是習主席做事 連王岐山那些人都搞了 即是王岐山下面有些人 你說是不是 切頭切尾貪腐 一定有些人是不乾淨的 一定有些人是不乾淨的 不乾淨的人就清了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不講情面的 喏 喏喏就是不要誣前領導 其實這樣說 李克強有些事情當然是做得好 有些事情當然是做得不好 即是你搞地攤那些 其實 在院城 即是國內的院城 你搞這些就可以了 因為國內的院城 一直都有地攤的 不要叫院城清掉地攤 我覺得這些是OK的 小院城那些你可以做 但是你一二線城市去搞地攤 這些就多了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這些是沒有需要的 這些是 你最多就是要那些人去院城 譬如一二線城市的人生存不了 裁員那些 你回去老家 希望那些人就是這樣 那麼 大案要命案在身 他自己說 位置大灣區內地城市 很奇怪 為什麼說失業人很多 去工廠看 每一家工廠都在聘請人 如果你看到每一家工廠都在聘請人 這個就 未必是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工廠 現在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 現在是 其實現實就是有些工廠都在聘請人 那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 大灣區裡面的工廠 他們要求 就是我看到的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就是 他們要求的人 條件要比較高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你說工廠是聘請人 但是 大灣區現在聘請人是難的 我先回應一下那個人 你說他是不是 與無倫次 我不知道 那 好了 繼續說 這個情況 秦剛他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 還有 原國務委員李尚福 之前也是被認為是 習生信的人 那麼 現在這些人 就被關押 據悉是被關押 但是 其實沒有說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 老實說 國內有些事情真的不透明 他也沒有辦法很透明地做 因為國內的透明度一定是有限制的 其實香港 你說可不可以 就是 好像國內那樣不透明呢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有代價 有很多東西是有代價 這個是 代價是很重要的 那麼 Mafric Wong就說 上屆特首都是不給那些既得利益者 搞到不能連任 其實他連任也做不到的 他做不到的 因為 因為那些人 反對那些人成了一輩子 因為那些人 反對那些人成了一輩子 你要先哄著他開心 現在是 無論如何都要哄著他開心 無法 無法 所以很難搞 那麼 現在那些人 就質疑 喂 現在共產黨內部很不穩定 其實這個質疑也是多餘的 其實說這些話的人 其實是不懂的 當然Political那篇文章 有寫說 習先生到處都是敵人 在國內又有挑戰社會老化人口結構 住房危機 增長放緩 失業又多 還有就是 那些年輕人 在私營部門找不到工作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大學生找不到工作 其實這是很煩的 內捲得很厲害 所以你說 那些廠不斷招人 不代表沒有人失業 因為有很多人已經不適合在工廠工作 我說過現實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在工廠工作 沒有工作 那他發自在就說 勞工處每天都貼著請人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 沒有工作 其實是的 我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就說 失業人多工廠 招人沒有矛盾 因為年輕人不想去工廠 所以我一直說的困難 是 遠遠沒有國企改革的時候 那麼困難 現在是有工沒有人做 上次是有人沒有工做 現在這次也是有人沒有工做 其實 國內的情況 就是 三十幾歲的人 被公司裁了出來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沒有工做的 那你說那些人 可不可以去做工廠 當然不行 其實是做不到的 拖拖車就問 這個政治客人是輪子 沒有關係 他們這次比輪子還瘋 這份東西 是他們比輪子還瘋 當然他有說 國內的金融家和商人 就是要花無數時間來學習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是浪費時間 但是你在國內做生意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這些 你一定要 起碼讀了那些讀本 你不用整本看完 你起碼知道大概是說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那個政治方向 在國內 不是單純是經濟的 就算做生意也好 他一定有政治的東西 在裡面 尤其是你做炒股那些人 就是投資炒股的人 你完全不看 你根本是不行的 就是我講過現實 那 你說 是不是那些九十後不進工廠 其實有人是進了工廠 我也要講的 有人進了工廠去工作 國內不是那些人不上工廠工 他們也是上工廠工 但是很慘的 那些九十後進了工廠做一段時間 他們就覺得這樣不是生活 他們就不肯再去做 其實對不對 我也覺得沒問題 其實有些廠 我的看法就是 根本應該搬去東南亞 有些廠很詳細原來的 都是製造 只是我的看法 不過是我的總而錢 這就是操錢的看法 不如你可以搬去更weit雙方的那些地方 그런片段 人們覺得去工廠打工 都是在一條出路的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iksit 從工廠上班 跟在七仔收銀的人收的錢是差不多的 當然有些人不喜歡做技工的 因為七仔收銀比較輕鬆 你在工廠工作 怎樣都比在七仔收銀的辛苦 現實就是這樣 Sam崔說香港很多工廈招工牌都經常聘請人 看看薪酬就知道為什麼聘請不到人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出的薪金是不夠市場的市價 他就聘請不到人 那繼續說一下 這個Political當然是有很多東西說的 當然是我認為這些真的太過瘋狂 而且是抹黑習主席 也感謝明明你的支持 這篇文章太瘋狂也不只是我說的 曾經在美國國會和智庫德國 這個馬歇爾基金會就職的 中國事務研究員 Match Strider 他也說這篇文章太瘋狂了 還有就是 經濟學人他的編輯 Geddy Epstein 他就說 讀者是需要注意 這些說法的消息源並不可靠 這篇關於中國領導層的報道 充滿了猜測八卦留言 聽起來就很正 但是很難去證實 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這篇文章 在推特上其實有很多熱議 其實 有些人當然是相信 但是我當然是不相信 當然我也要說 還有 你也要想一下 秦剛被自殺的那些 這些根本是 不可能隱瞞到的 現在在國內這些 這些可以完全保持機密的 我告訴你現在很難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會不會弄死 很簡單 你分析一下就知道 會不會無緣無故弄死秦剛 如果他真的洩露國家機密 會不會弄死他 你當然是盡量不會弄死他 你當然要盡量說他做過什麼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些補救的措施 對不對 究竟洩物的程度是什麼 洩了什麼物出去 對不對 你說是不是要殺了人 其實國內不容易會殺共產黨的人 有很多人做一些壞事都很離譜 都沒有死 你看看 這個薄熙來 他也沒有死 還有 那個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姓周那個 一樣沒有死 哪有死的 就是他們那些人做的事情很離譜 都不是要死的 那好了 那 還有 如果你說因病去世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死了 九成都是病死的 不過你說這些是廢話來的 剛才我記得了 我還記得那個人叫什麼 周永康 那些都不用死的 你說是不是這麼容易會弄死 當然不會了 你說自殺 更加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自殺呢 你在一個普通的監獄裡面 都不是這麼容易自殺得到的 即是皮帶那些都會脫掉的 對吧 即是不可能這麼容易可以在監獄那裡自殘 其實是 你說在監獄那裡自殘 死了 就是會有很多陰謀論出來了 其實就像是愛泊斯坦那件事 你說他在 在那個 就是 監獄裡面 可以 自己吊死自己的 即是愛泊斯坦那件事 我都不相信 即是我說過實情 其實有些事情 你覺得 很荒謬的 真的會是很荒謬的 譬如 在監獄那裡有條小線 無緣無故 吊死自己 你說信不信 其實有些事情我老實實 我是不會相信的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既然說什麼事都可以隱瞞 那何苦要殺呢 自傷矛盾 是的 其實沒有必要殺的 還有殺一個人 其實 有代價的 譬如你知道他洩漏了機密 你當然要知道他洩漏了什麼機密 才可以 是不是 如果不知道他洩漏什麼機密 你沒辦法做補救措施 你殺了他是沒有用的 現實就是你殺他是不行的 是不是 其實 有其他人都說 秦剛是沒有死的 其實Political那篇文有很多邏輯問題 這個就是哈佛大學 前P.I. 實驗室主任 他叫陶瑞 他就說有很多邏輯問題 他們 他的說法 這個也是反共人士 他就說 在中國這個黑箱裡面 由於他們的身份和事件的敏感 沒有公開處理就消失了 有人說 如果秦剛死了 或者秦剛沒有死 應該這麼說 官方一定會很快側面闢謠 其實未必的 在國內不是這樣的 國內其實之前有一位人 叫段偉雄 都以為他死了 他家人都以為段偉雄死了 這個是中國女富豪的 之前有人說他是 溫家寶家族白手套 這個段偉雄 他家人都以為他死了 但是 這件事熱度過了之後 段偉雄就出來了 就是他 段偉雄下落不明 其實他就出來了 有人看到他就出來了 那好吧 另外 秦剛消失當然是突然 其實 澳洲他們 Maccoury大學的 他們 漢學家 Kevin Carrico 都出來說 是太突然 是奇怪而已 但是 現在 有沒有有道理的解釋 其實我覺得 你說有病 就把他藏起來 這個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有其他事情 當然 現在有些真相 大家沒有辦法 一起知道 其實就沒有 所以 曾經說 之前有一個香港人 在大陸 站在那裏 吊頸 那件事就很奇怪 那件事根本沒有可能 那件事 好像不是香港人 不過不要緊 其實有些事情 如果你有些事情 都很奇怪 你說 國內這件事是不是 就是秦剛是死了 我就不認為秦剛是死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是有健康因素 這些我是認為是這樣的 那拖得車就說 江澤民當年被誤傳死訊 都沒有立刻辟謠 是不流行這件事的 你說得對 其實會不會立刻 國內有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是因為 影響大局的 其實是 你辟謠又如何 不辟謠又如何 是這樣的 之後出來就證明了 你那個是謊言 你說秦剛之後會不會出來 我認為是會的 我的看法是會的 他的健康有問題 我覺得 這個是不用質疑的 我也認為他是 健康有問題 健康有問題 是不是可以隨時出來見人 只是要他出來闢謠 其實這個也不人道 其實就是 薛奕華就說 那個是李王陽 其實那件事就是 有香港媒體拍到的 其實最大的 如果你說李王陽那件事就是 那件事 是很有趣的 那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有 香港媒體 這麼巧 拍到他掉了在那裡 為什麼 其實是很奇怪的 其實是 其實有香港媒體拍到的 那件事是 還有現場照片 這些是 所以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其實 有些事情我不敢說 如果你說 香港媒體拍到的 我也覺得 不可信 但是 有些事情是 要炒作的 要騙Viu奶奶的 他們一定有辦法做的 那麼 那 秦剛那裡 其實 我就不覺得他 是死了 就是我一定要說 我不認為他是死了 其實現在就免去了 外交部部長 然後又免去了 國務委員 那 免職其實是 對的 因為他 如果有病的話 他沒辦法去履行職務 那麼免職也很正常 哈哈 對吧 那 有線記者拍到李黃陽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被你拍到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不正常的 有些事情 我認為是牽涉到國內 有些 就是 官是要 做一些假象出來的 有些官是做壞事的 你說國內的官做壞事一定有的 其實 我也要說 一定有的 他們有些官是玩的 有些官是最厲害的 就像之前在東北那樣 他在拉閘限電那裡 完全不通知人 人家在電梯那裡 就馬上困了幾個小時 那些 那些是地方官亂搞的 之前我的節目也有說過 地方官亂搞的 我不覺得是 在內地 在內地是絕對有可能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我講到這裏就算了 我要先講清楚 就是 秦剛 那篇 關於秦剛在Political那篇文 我不認為 他說的話是合理的 因為內部的邏輯矛盾實在太多 但是 你說秦剛現在去了哪裡 這些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的看法是沒有人知道的 當然 如果 這麼早說 他說的話全部都是錯的 這是草率和不認真的 但是 因為Political那篇文章裡面 有太多內部的邏輯自相矛盾 所以 我就沒有辦法認為 他說的話是真的 我只能夠這樣說 那 好了 說到這裏 如果今晚安排得到 就有夠種罪 安排不到就沒有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希望有一點點 請問一下 就請問一下 李宗盛 我們會不會吧 主要有幾個 請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再吃 其他 我們會不會 太多 我們會不會 坐 我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